欢迎收看我们的One Man's Life单身 模组生存实况第五集 上一集我们完成了身旁的Rotary Crab 最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Blast Furnace 高炉 但是我们上一集原定说要做一些机器 但是我想就是从头开始讲起 所以我们又去找了油菜花的种子 那正常情况下打草,打那些高的Getal Grass 就可以掉这个油菜花的种子 只是因为我们有装Hunger Overhaul 变成没办法打草掉种子 那跟着老半天好像也跟不到种子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配套措施就是去开宝箱 所有地牢的宝箱有20% 的几率会生油菜花的种子算还蛮高的 所以也不会说太难取得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拿着上次得到的这些钢锭 继续来做Rotary Crab东西咯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前方有两位小梁孔 没有啦 这是两个Custom NPC 我又做了一个Shucks 那这个只是做好玩实验用的啦 之后可能他们还是会请两位回去发战吧 那我做这个实验版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这个Shucks是一个Follower 它你可以聘请它它就会跟着你跑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这个Alan6716 它呢就会跟着我们前面的Shucks走 就是拉火车概念一个跟着一个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设定 那Shucks它是Follower没有问题 跟一个Hilder Hilder的话就是在它附近会缓慢的补血 然后我们Alan6716的话呢 它的Bank维持不变 然后Follower它的Job 两个都有Follower 可是意义不一样 下面这个Follower它是指定它去跟随哪一个NPC 所以它不是跟随玩家它是跟随NPC 那之前我们说因为它的Bank Bank模式 跟跟随玩家的Follower是算在同一个 所以它没办法同时当银行又同时跟着玩家 就没办法当随身行李箱的概念啦 但是透过这个让它去跟随某一个NPC的方法 就可以了哦 所以说让其中另外一个NPC可以跟随玩家 然后让你的银行去跟随这个NPC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成拉火车变成随身行李箱的概念 那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而且其实用CastNPC来做这些事情有点太强大 我们已经有这个箱子了 所以CastNPC的话我还是让它呆在原地发战就好 然后就当成我们的客人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Rotary Crab的东西 那有一些事情上一集影片中忘记讲 但是我们就是用文字补充啦 就是呢 这个配方其实它都有写说它材料的消耗的几率 像是这边的意思就是它每烧一个 就是每烧一遍配方就会百分之百的消耗碳 然后火药跟沙子的话消耗几率都很低 就是不一定会消耗掉的意思 所以我们改用这个Coco交叹之后就会发现 我们的火药跟沙子几乎不太容易消耗啦 但我们的Coco还是百分之百消耗没有问题 所以可以跟其他模组类比 同样都是烧钢的配方对不对 我们的铁路模组Royalcraft for Immersive的烧钢 都是只要消耗木炭或者是焦炭 不需要杀跟火药 那Rotary的话就是多一点点的消耗 但是也是算机率也不会太多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用焦炭可以烧出更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9个这个铁 烧出来有机率会多 我发现它不是百分之百 有的时候它还是烧出9个出来 然后仔细看这个量 这次只消耗了9个焦炭 没有任何火药跟沙的消耗 但我们产生了将近一倍的量啊 是不是 非常非常多 那在进入今天Rotarycraft的机械之前 有几个必要的工具一定要先做出来 其中一个的话就是Rotarycraft 或者是它所有类似系列模组 必备合成台Worktable 那有些基础的元件 虽然可以用原版的3x3配方 但是绝大部分这些机器 或者是齿轮箱之类的东西 通通都是要用这个Worktable来制造 所以我们就是当然要先做一台出来 这样才可以合成我们要的东西 Constructive 先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除了这个合成台之外 我们的工具也是不可缺少 像是我们的类似像板手的螺丝起子 或者是测量能量的工具都要做出来 就像这本书里面 MISC 那么这个Screwdriver或者是这个测量工具 不会说太贵 但就是必须要先做出一点点的钢啦 然后这边有配方冲突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Normal Recipe Config这个按钮 就可以回避这个配方冲突的问题 是不是很简单呢 然后这个测量工具也做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机器啦 那关于电线啦 就是能量传送跟发电机 我们晚点再看 我们先决定好我们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我们的Grindr 那Grindr它是属于Processing 因为它可以处理矿物或磨碎东西嘛 第一个就是Grindr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初阶早期的道具 那这边可以看到的配方跟一些说明 当然我们NEI也会有写 那它的能量需求在这边 不过我们先把这个机器合成出来之后 再烦恼这个能量需求的问题 那直接透过NEI的话也可以查找到这个配方 那里面这些齿轮的话呢 大部分都可以靠3x3配方来合成 那这个的话不会很困难 主要几乎就是消耗一大堆的这个钢 那它的来源就是铁 所以材料算蛮单纯 就是一些合成步骤而已 那我们就把它合成出来 那这个虽然不是原版工作台 但它也支援这个NEI Shift加左键问号的功能 那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拿出来 或者是如果没有自动化需求 虽然光我自己也很少在搞合成自动化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Shift加左键点问号直接移上去 那这里的话你当然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合成 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自动化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一个红式讯号 一个pose它就会合成一个机器或单元 所以我是不晓得有什么东西会需要自动化大量合成 但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靠这个方式 然后再物流管车抽出来就好 所以我们就做出了Grinder咯 可以看到它卡在我们Megu的头上 然后你这个rotary或者是之后reactor的东西 这个这些模组你一放下去机器都会看到这个很特殊颜色的框框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拿板手 这个screwdriver 螺丝其实就是改变它这个模组所有的机器 或者是齿轮箱的方向用的 然后这个能量测试机器的话 它就可以告诉你关于这个机器大部分能量的资讯 还蛮详细的 但如果要更明确的知道它的力矩跟转速的话 可以去做Dynamometer 但这个不便宜它需要终结真主 所以我们这次就先不管它 这个系它需要用摩擦力加热才行 这个之后再说 反正你可以用这个测量仪器就可以知道大部分的资讯了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绿色的框框就是能量的接收口 就像我们其它工业系列的机器 有一些模组的机器它会限制能量要从哪个面进去 对不对 那就是要求比较多 那如果要求比较少的模组 可能就是六面都可以进出 但我们Rotary就是属于要求比较多的 它会限制说每一种机器能量要从哪里进来 或从哪里出去 所以绿色就是进来的地方 那如果是红色的话就是输出能量的地方 那这种例子的话 因为它这个是会吃能量的机器 所以它只有输入口 那我们之后再来做一些输送能量的东西 那能量选择其实超级多 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用什么发电机 你只要符合它的最低需求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最低需求都写在这边 它需要4000瓦 而且力举至少要大于128才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模组的发电机 那我们现在材料没有那么多 所以一开始选择大概就那几种 比如说最便宜的这个DC Electric Engine 那这个引擎的话材料非常单纯 而且它是无穷免费的能源 你只要给它一个红石讯号它就会发电 不过它也是这个模组最小最小的发电机 才1000瓦 基本上它就很像我们Bulkra BC的红石引擎的感觉 它充其量就是一个启动子 或者是给一些特殊的管线 东西当作一个启动媒介而已 几乎不能拿来当作主要的发电来源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下一个 风力发电机Win Turbine 这个它可以提供8000瓦 哦这样就蛮多的咯 而且8000瓦其实已经比我们这个 Grinder的需求量还高了 那在下一阶Steam Engine 蒸汽引擎 它可以提供16000瓦更高 不过呢这三个虽然都是免费能源 它们不会消耗太昂贵的东西 或者说前面两个是完全免费 那我们的Steam Engine 它需要消耗的是水 然后跟这个热源 热源的话就给它在下面加热 然后给它一个稳定的水就可以发电 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不会用这个方法 因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个热源会有差 要给它一个稳定的热源 但又不能超过它的这个临界值 因为Steam Engine它温度超过150度的话 就会爆炸 所以这个热源很重要 那要让它足够热加热水 又不会爆炸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地狱岩点火燃烧 但有个问题是我们还没去过地狱 所以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地狱岩 那有人会说那用岩浆呢 岩浆就是会超过150度的上限 然后它就会爆炸给你们看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Steam Engine 所以我想用用看我以前很少用过的Wing Turbine 试试看吧 我发现这个Blade 就是我们的锋利发电机的Blade 它除了原本这个配方之外 它也新增了Tinker是融入的配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Tinker控 这个量大概是三个钢定的量 那其实跟直接用合成的量是一模一样的 不多也不少 所以看你就是比较偏好这种单纯合成方式 如果你有一个很方便的合成系统的话会比较快 或者是你打算用Tinker熔炉就把它全部丢进去 然后也一次大量熔出来 如果你搭配TinkerIO的话其实也满快的啦 如果你有这大量需求 那我们只是初期生存 我们只是要合成几台而已 所以我们也不用搞到那么复杂的东西 就把这个Turbine给它做出来 这个是需要我们的Work Table 它基础材料是3x3原版合成配方 但进化到机械之后就必须要用这个Work Table 做出4台 我想我再做出2台就好了 所以说一台可以提供8000W这个锋利 虽然说已经算是超过我们Grind的基本需求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的Torque,我们的力矩 扭几率它至少最低最低吹动它的需求是128 任何低于128扭几率的值 即便你给它几百万瓦 但是你的扭力没有超过128的话 我们的Grind它还是无法运作 这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至少符合它的基本需求 那它超过基本需求之后才可以Bonus加速 也就是说它基本需求只要128就好 那你如果以后有比较多能量管控的方式的话 你就固定128 然后你的转速可以无限制一直提高 那你只要128有超过 那你转速一直往上加 我们这一台Grind的运作速度也会增加 最快最快最快我记得是Mateek的运作吧 就是我们Rotary大分机器的极限制 就是Minecraft的1Tik的运作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熔炉啊 它如果用这个摩擦发电的话 它的极限速度就是一秒钟可以烧20个物品 就是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 那其实在刚刚准备这个风力发电机材料过程当中 那我也偷偷做了其它基本的齿轮箱 因为这个合成的步骤很多啊 所以我都会先把它合成好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Rotary专属的小房间来设置啦 那因为我们采用风力发电机的关系 这个用常理推断 这个风力发电机一定要在比较高的空中 或至少它的工作范围不能有方块阻挡嘛 这样风才会大 那的确它这个风力发电机我经过我的测试之后呢 我先随便放一台下来给大家看 放在这边 你其实一放下去它的确就开始运作了 然后你测量一下 它的发电量怎么才1600 那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的扇叶 我的涡轮前方被方块阻挡了 那至少要保留多少空格才可以最大化效能 就是8000瓦呢 经过我测量大概是32个方块 所以至少要保持32个方块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 它才可以最大化效率 那好像跟高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虽然说它书本上说明就是高度越高越好 但以我们这种大概70层 你不用刻意盖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塔 你只要保持前方 就是它前方32格没有东西阻挡就行了 那我们就来用这个IC2的建筑框架来辅助制造 那我们目前的话没有玻璃的关系 所以还算单纯啦 那以后等到我们有玻璃之后 可能就要改一下配置也说不定 当然以后我们可能有其它更有效的发电剂配方 目前的话就先用这个 那就把这个一台放这边 两台放这边 先放一台就好 其实放两台可以 因为这部分我打算把它解释得非常详细 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一大堆的解说解说解说 来来来来 这台我们来放这个 这个叫Bevel Gear 转角齿轮箱 中文翻译叫什么 我这不晓得我就是译到我自己的翻译 物心流中文翻译 转角齿轮箱 那它就是可以把能量转个90度的意思 然后这个齿轮箱的传输量没有任何上限 就是不用担心它爆掉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面向这个方向是这个东方 所以我们要把来自东方的能量 转移到这个北方 所以说Input就是选这个东方 那北方 那基本上你只要看到我们的里面的齿轮有在转动 代表你的设置就是正确了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能量检查检查一下 绿色是那边 红色是这边 所以没有错 好 那我这边的话跟另外一个 锋利发电机的能量做结合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又需要另外一个齿轮箱了 好我们这次用到的叫做Sharpe Junction 那就是我们的发电机不一定只能一对一 它可以把好几台发电机的能量汇流在一起 然后可以汇流成比较大的能量来推动机器 对不对 所以说能量二合一 或者是甚至你要能量一分多的话 就是靠我们的Sharpe Junction 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这个模组的能量系统 它不像传统的电源 电线的话能量是五行的概念嘛 你看不见摸不到 它的能量就是经过电线之后 自动帮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 或者是多合一都可以 可是我们的Rotary它很讲求这个齿轮 所有的能量都是靠这个力学能的方式来传送 那既然是力学能的话就不会那么的抽象 就是齿轮转速要同步才行 举个例子好了 你如果两个转速不一样的齿轮靠在一起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会打架嘛 那高转速的就会想要把低转速往上 可是低转速又会想要把高转速的慢下来 那如果打架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齿轮的磨损 这样就行不通 所以我们Rotary的力学能量系统 在转送能量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转速保持一定 那力矩的话就没关系 只要转速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力矩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往上增加 或者是一分为二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扳手 这样子转一下 扳手可以把这个方向转 所以各位看的很明显 黑色的齿轮在目前的话是能量的Input 那白色的话是Output 那如果你想要把能量一分为二的话 可以蹲下 然后Shift加右键 你看到颜色 两红一绿 它就会变成一个输入跟两个输出 那这几种状况 这两种状况它的转速都是一样的 转速不会变嘛 可是力矩就会有变化哦 比如说现在是一分为二 那到时候能量输出的力矩就会只剩下一半 就是一拆开来就变0.5 那如果再复原 像刚刚这样子二合一 那我们试试看好了 把这样子设定成这样子 然后加上一个直的齿轮箱 所以假设这边的风力发电机是0.5 另外一边的风力发电机是0.5 那0.5加0.5就会变成1 所以到时候总total的力矩就会变成1 就是原本的两倍啦 所以说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 力矩乘以2那总能量就是乘以2啦 这样解释好像真的有点枯燥 那就是你各位必须对它有一种兴趣才可以 才会学得起来 如果你觉得很复杂或没有兴趣的话 是真的还蛮难理解的 所以我们现在能量二合一了 那接下来我要把能量往下送 哦对了 我采用的是最基础款的木质的 的这个Shaft 那它其实有分成什么 石头制的,钢制的,钻制的,钻制的 鑽制的,跟岩床制的 那不同的阶层差别只在于它传送能量的上限 它能量上限它都有写MAX 那你只要超过它这个最大的上限的话 它就会爆炸给你看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风力发电机非常的小 所以可以用木质的没有关系 然后这种直式的齿轮箱它不需要润滑油 包含我们这个Shaft Junction 还有我们这个直角齿轮箱它们都不需要润滑油 但是我们Shaft Junction它有另外一个先天的限制 等一下应该会讲到,现在我们先把能量往下传 所以能量往下传到地表上的话 我们就需要转角齿轮箱 所以一样来自东方的能量要往下送 好,这样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直式齿轮箱放着 我们也可以先放着 然后再用这个反手改一改就好 记得绿到红 所以大概转两下,绿到红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齿轮箱有在转 就代表能量送下来 然后再摆个90度 好,送到西方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放下这个Grinder就有用错了吗 答案是不行 来课堂复习一下为什么不行 很明显的,我们一个锋力发电机它虽然有8千瓦 可是它的力矩只有8 那刚刚有提到嘛,我们用sharp junction 1加1等于2 所以8加8就会变成16的力矩 可是我们的Grinder 它需要的力矩是128 所以远远不够 所以即便它的能量超过它的最低需求 可是力矩不到,所以它不会转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增加它的力矩 这时候就会需要这个倍率齿轮箱 或者是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其中一个选择的话呢 是用这个比例转换齿轮箱 那它这个也有分成木头、石头、钢、鑽石跟岩床 或者另外一个比较早期的选择是Warm Gear Warm Gear它是一个初期的时候非常经济节省效率的方法 它可以转换64倍的力矩 就是它会把 就是 转速除以64,然后力矩乘以64 这样子 可是它当然有缺点 它会有一点点的能量损失 所以就是缺点啦 但是它优点的话就是 早期就可以做出来 而且它不需要任何的润滑油 这个是很大的优点 因为我们这个倍率齿轮箱 它有2倍的 4倍、8倍、16倍 虽然它可以有一个很精确的转换比率 可是呢 它会坏掉 我们拿木头的话不太精准 因为木制的齿轮箱它没办法加润滑油 它有一个栏味叫润滑油 那以后十字以上的就可以加润滑油 所以说,比如说十字的好了 你十字如果不加润滑油 就让它进行运转的话 它会磨损 它会有一个damage值 你看右下角 我有了它就写damage0% 那只要damage值上升之后 它就会有能量损失 就跟它差不多 所以只要保持有润滑油就没事 那钢制齿轮的话 比较像十字齿轮的升级版本 就是钢制齿轮可以内存更多的润滑油 buffer变多 然后再升级是钻石制齿轮 钻石制齿轮它只需要加一桶润滑油 但就可以无限的使用下去 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的限制门槛 你只要加一桶润滑油就可以无限使用 还有更好的就是岩床齿轮 不用加润滑油也不会坏掉 但这个有点贵,这是后期的事情 那木头制齿轮它差在哪 木制齿轮它虽然无法加润滑油 但它可以让你短暂的使用几秒钟 我们可以直接试试看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把它打掉 然后我们放在bevel gear前面 它就会开始运作的 那各位仔细看我画面 右下角,左下角可以 它有个temperature 运转温度会慢慢的上升 当温度超过90度之后 我们的齿轮箱就会开始损坏 所以木制齿轮箱的话就是 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用润滑油吧 可以让你初级的时候短暂的使用它 不过你敲掉再重放之后 它的温度会重新计算 你看24度25度 敲掉 一样这个2倍的再放一次 温度又重新计算 所以其实我有试过可以用Block Breaker跟Placer 来我们很快的到一个测试世界给大家看 那这是我自己在复习Rotary Cry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个Open Blast的BlockPlacer 然后给它一个红石讯号 它真的就可以放置 可是它放置的时候是有限制的 它只会有一个方向 不管你怎么摆它永远都是作北朝南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方式来偷懒的话 就是要注意放置的方向 然后旁边我们有一个Open Plus的Block Breaker 它就可以把它破坏 然后经过简单的管线传送之后 可以再放置 所以你只要最初设计的方向有注意 那就简单设置个红石钟 你就可以用木制齿轮来达成无限使用的目的了 其实有点作弊 所以要不要用这一招的话就随各位便 那其实我们有装一个模组叫做Expanded Redstone 它有Block Breaker跟Block Placer 但是这个模组跟Rotary是同一个作者 既然是同作者它当然会回避这件事情 所以不能用Expanded Redstone来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Open Plus的 或者是其它有提供类似机器的模组 应该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回到多人世界继续来弄 那既然用这个木制齿轮箱 它有时间限制的话 我们就是如果你想要摆着就不再去管它的话 用One Gear是早期生存比较好的做法 当然之后就是尽可能赶快制造这个润滑油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搞这么麻烦的东西 还要担心能量损失 所以One Gear放上去之后 它就会把转速除以64 所以我们的风力发电机的转速是1024 就是1000转速 那除以64之后 多出来的倍率就是我们的力举 8乘以64 那这样的话其实力举会远远超过我们的基本需求 就是128 可是没办法一开始的话 你的选择并不多 我再强调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便宜的选择 等到你有润滑油之后其实选择就变多了 所以我们机器的Grinder终于开始运作啦 耶 但是它现在转速超级慢 也可以看到它只有14的转速 所以它的工作时间长达30秒钟 30秒钟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它磨一个东西要花30秒钟 其实非常久啊 但就像之前说的只要它转速提高 它的工作速率就会越来越快 极限值就是每秒钟处理20个产物 就是这个最快速度 所以等待30.25秒之后呢 我们的鹅卵石终于变成了一个Gravel啦 那Gravel再拿去磨的话就会变成沙子咯 但是当然我们沙子是很缺啦 不过它其实这个Grinder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更大的优点 更大的强项 就是磨矿 赶紧丢一个进去磨磨看 缓慢的等完30秒钟之后呢 我们一颗铁圆矿 磨出了三个Flex 那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模组的类似矿煞的东西 然后拿去烧就可以得到一颗铁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矿物三倍化呀 有没有啊 我们现在是第几集啊 第五集就已经矿物三倍化了 虽然其实要做出这些机械要花上不少的铁 还有那些八点机 保守估计大概一两组的钢钉吧 那相当于就是可能一组的铁圆矿 我就拿一组的铁圆矿去用天壳熔炉 烧出两组铁钉 然后铁钉再拿去变成钢钉之后呢 就可以做出这套矿物三倍化了 虽然说速度还是很慢 不过刚刚各位有看到有一个再两倍化对不对 但这是Chromaticrai的作业啦 Chromaticrai也是同一个作者的 它当然想要让它更强大 只是要达到这个步骤也是之后的事情了 然后它本身并没有办法再拿去tinker 就是除了Chromaticrai以外 它没有办法再去双倍化 这就是极限的一换一 既然我们已经有矿物三倍化 或者是磨碎机之后 任何工业模组有磨碎 当然都会有烧制的方法对不对 但是Rotary它做着很奇妙的是 它不是发明一个新的烧制机 而是修改原版Minecraft的熔乳 那这个修改熔乳是怎么办到的呢? 就是靠摩擦加热机 所以说我们现在马上做出一个Friction Heater 摩擦力 摩擦加热 那摩擦加热它不只是原版熔乳 像是这个高炉也可以 主要是支援的就行 支援之后给它能量 然后当它转动起来之后 就会给予前面这个热能 在设置那个熔炉之前 有一件事情再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Grinder 以目前状况来讲 设两个风力发电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浪费 为什么呢? 因为用那个Shark Junction 它只是把力矩往上提升 但是我们用Warm Gear乘以64倍的情况下 它远远超过128的上限 所以你就算接再多的风力发电机 它也只是增加力矩而已 转速不提升 我们这个速度就完全不会有变化 就是能量浪费 所以其实上面这里 不用接两台发电机 只要一台就够了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Clutch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它这个模组的 红石控制机关 那就是预设是关闭 但给它一个红石讯号 它就会把能量送过来 那因为这只是红石开关而已 所以它本身不会有任何的上限限制 也不需要任何润滑油 好,我们先把它齿轮先摆好 接下来放我们的风力发电机 那要推动我们这个摩擦加热机的话 选择就更多了 因为其实摩擦加热机它没有要求那么严格 它就是一样要8千瓦的能量 所以其实一台就可以推动 然后它的最低力矩是32 比我们的Grinder还要低很多 那各位就可以想一想看 我们一台风力发电机是8力矩 那我们就会复习刚刚的数学计算 我们8力矩透过Shaft Junction 这样子连结在一起的话 我们只需要4台 8432 就可以达到最低力矩需求 然后转速提高 总能量是不是提高呢 但很神奇的是 我们摩擦加热机刚好是个例外 少数的例外 摩擦加热机要怎么达到它的最高效率 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 就是它的力矩跟转速要越接近越好 那最大效能就是1比1 就是一点的转速等于1力矩 这样子的话它产生的热能才会最高 那只要任何一个值比另外一个值高一点点的话 它的热能就会下降 所以要怎么计算呢 那就是我们的总能量去开根好 总能量开根的话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值 但一样的 我们初期生存不可能求到那么精确的数值 所以只能尽可能先符合最低需求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把4台风力发电机串联 就可以乘以4达到32力矩 或者我们用2台的风力发电机 然后搭配一个Warm Gear 那因为如果只靠1台的话 我们用Warm Gear它会有能量损失 就无法超过8000 没办法达到8000那就没办法推动Friction 所以至少要2台 然后搭配Warm Gear就可以推动这个玩意儿 那我选择就是直接摆4台 因为它其实也没有很贵 而且摆4台的话会比用2台加Warm Gear的热能高一点点 就把这1台2台 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那个就是齿轮转速不同造成的打架 那因为可能我们风力发电机它在加速的时候是由0到1000吧 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速度不同步的话呢 齿轮就会打架 如果只是一点点打架的话是还好 但如果你打架的时间超过上限 或者是差距太大的话 就会造成齿轮箱损坏 就要很小心啦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每一台发电机隔离开来 然后等到确定它能量达到最100%之后呢 把它连在一起 这样就不会打架了 就不要听到那个声音就好 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个Shape Junction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 那个就是在还没有升级以前 你最多只能汇流或者串联四个不同的能量来源 到最后这个Shape Junction 就是如果不看这个的话 或者是根本没有这个的话 那我们前面就是这一台 它就是再往前延伸就是1234 每一台Shape Junction 它能接受的能量的 总能量汇流的上限就是四台 那超过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Shape Junction 它接受了来自四个不同的能量 那如果在Y接第五个的话 它就会爆炸 所以它这个用意就是 避免在你很初期的时候 就给你无限的串联下去 然后就串出一个超大的能量 这个作者当然没那么傻 所以它就给你四台的限制 可是如果你玩到后期 你想要突过这个限制的话 当然作者也可以给你 所以你可以给它一个 岩床的齿轮升级 到时候就是制作一个特殊的岩床 这个齿轮 给它安装上去 升级之后 我们这个Shape Junction 就可以支援无限数量串联了 所以现在能量送下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Clutch打开 Clutch 所以它接受到了 32千瓦的能量 跟1000的转速 但它的力矩只有32 所以32对上1024差距还是很大 不过至少可以推动就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原版Minecraft熔炉放下去 哦 就会发现它有这个粒子效果 跟一个很吵的声音 那你可以透过右下角Minecraft 或者是用这个检查 它会告诉你现在的温度 哦 那用这套测试的话 温度可以达到600多度 600多度是什么概念 我们随便拿一个鵝乱石去烧 哇,你看这个速度 比我们原版融入快 甚至比IC2的铁质熔炉都还要快 而且重点是完全不用消耗任何燃料 我们就是用完全免费的锋利发电机一条龙 设施之后呢 我们创造了一个超快速的熔炉 而且这还是初期生存哦 我们之后往后达到最高极限温度的时候 1350度 这次比较进阶的配方 因为它要求比较高的温度 我们就是让熔炉温度越高 最快最快 每秒钟可以烧20个物品 比IC2的工业熔炉快 其实比IC2的普通电炉极限超频之后还要低 因为IC2的普通电炉极限超频之后 每秒可以烧超过20个 那其实已经突破了 Minecraft或者JavaTick的上限了 因为Rotary它这样设计是很有道理的 Java它一秒钟差不多20个Tick 所以它就给你设计极限速度是1Tick处理一个物品 所以一秒钟烧20个是刚刚好 但IC2的电炉极限超频之后可以超过20个 那个话就...其实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可能它们的程式码设计上会更更进阶、复杂一点 好啦,反正我们现在有免费的这个融入啦 我们就可以爽爽烧 那我们接下来就只需要再来一个管线 就可以达成矿物半自动化 好,今天的最后呢 我找到了一个东西可以来试玩看看的 那就是Rotarycraft模组自己的物流管线 它叫做Pneumatic Item Pump 气动物品Bump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还蛮强大的 不过有点吵就是了 我们只要把它放在这边 那其实放置的时候可以看到 这边的孔是这个物品的输入孔 其实这样讲不太精准 它是会从这个孔来侦测说... 这个物品 那导出孔就会前面 但是它其实不一定要接这样子 它可以...我看看哦 接这样子 它就可以往前延伸延伸延伸 所以虽然它叫Pump 不过它只要靠这个就好了 它既是帮补也是管线 比如说接到这么前面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 然后它需要至少1000W 跟256转速的能量 但这个是底线值 根据书本上的说明 它可以...可以吃的能量无上限 意思说你给它的能量越高 转速越高 它可以传送物品速度 就会越快 所以...后面快的话真的是快到比那个... 比如说LP管线都还要快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样传送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是这个DC能量引擎 那DC引擎的话呢 它就是刚好1000W 跟256转速 刚好符合管线的最低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者刻意设计的吧 让你用这个最低接的来做一开始运行 所以说在最低转速的情况下 速度多快呢? 它这个速度就是每一Tick 转送一个物品 所以一秒钟就可以送20个物品 算是...其实真的蛮快的 但我说的很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引擎 它这个... 它这个模组就是一大堆的噪音啊 很吵 所以... 所以就当作试完看看吧 我们把这个引擎放在这边 那好像会跟这边干扰啊 算了,反正我都会一直开着 所以把这个引擎... 还是说... 哦... 哦... 我刚刚站在600度的高温上面啊 也修,对不对 来 这个... 放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打开它 叹叹 所以用非常快的转... 这个转速来转送物品啊 那我们... 我好像少做一个 到时候我们可以这边再放一个 那我们的... 箱子就摆在这边 就可以来回收我们的铁钉啦 那当然... 也可以用漏斗啦 用漏斗的话会比较安静 我发现根据说明 它其实也可以用羊毛来降低它的噪音 我们只要在它的左右两边上面 放上这个羊毛 诶... 真的消音啦 但是花的空间就很多了 所以... 我们现在是摆得比较紧凑 如果在空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也许就可以这样使用了 或者是... 嗯... 我把这个引擎塞到地底下 然后放羊毛之后再把能量传导上来 就可以... 静音又不会... 占空间啦 不过这样真的很多此一举啊 呵呵呵... 浪费了更多齿轮箱就为了让它静音 所以... 要不要这样做的话就看各位啦 嗯... 但直接用其他模组的物流管性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噪音啦 所以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 今天这集拍的特别久哦 就是... 中间还想说要不要把... 这个部分切到下一集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切太细了 这一集讲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们融合在一集面讲 啊... 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觉得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 像这一集讲的这么细了 以前1.4.7还是1.6.4的时候好像有这样子啦 所以后来就懶得讲 啊... 就是今天一星期来吵... 亦或者是我们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玩Rotary 亦或者是我真的很想玩Rotary 所以就... 讲的特别多 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Rotary能做什么事 其实Rotary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打算之后的农场啊... 林场啊... 一些基本设施啊 通通都Rotary来达成看看 所以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各位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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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